叔父啊 像你这么几十年的老挖锅 1700种枪也是用了红外线打着吗 开玩笑啊 我搞挖锅的时候这红外线没出呢 都是用雕线和打着锤子 那为什么现在不用了呢 现在出的工具有方便要简单 肯定不用了 叔父啊 那现在工具算好用 但是会不会很容易出错呀 我看你直接火转口了 实在在进步 那工具肯定要被淘汰了的 嗯 叔父啊 我说红外线吃品的啊 皮肚是歪人的 哦 那就用皮肚吃 红外线不用了 嗯 嗯 哈哈哈 师傅啊 这工具我不着急 维生地一套房子 一定要给我把质量做好 老板 你放心了 装学里找我师傅就找这人了 像外面一些装学师傅啊 现在做是太过依赖仪器了 仪器做问题就很容易出问题 像我师傅啊 那个自己老手艺帮生理人 这就是你给我说的老手艺啊 老板 那些有问题吧 听得真好 听得真偏 看左边的 左边的 左边的 是你自己看不见 还是把我当侠子啊 那你平时不用红外线上的 你一天到晚没走快好事 师傅 我早上就跟你说过了 做事不能太依赖工具 工具很容易出错 天地转红外线不能用 平时也不能用 那就是我啊 那你几十年前没有这种工具的时候 怎么贴的砖呢 哦 这平时个人也有的 那平时怎么教真的 你还记得吗 干了一辈子的挖拱呢 几十年前的那些老手艺 看来整地要被我挖完了 鸟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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